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了48点 从跌48点开始力争上游 收盘几乎收在今天的高点 比较可惜的是量874亿 可见得大家都很精神 大家都很小心谨慎 小心固然重要 可是过度的保守 或者甚至于变成犹豫不决 胆怯 这样就不好了 你看外资一直在加码 可是散户我们的投资朋友反而太过于冷静 昨天晚上欧洲是涨了 美国是平盘 虽然美国在平盘 可是强弱的股票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美国股市跌最多是推特 推特昨天跌了14.5% 因为财报发布不好 所以跌14.5% 美光昨天跌了3.2% UEA 美国第二大的运动品牌UEA 昨天跌了3.9% 礼拜二UEA发布财报之后 跌了5.1% 昨天又跌3.9% 你看两天打起来已经下9%了 所以最近我只是跟大家讲 全球都一样 不是只有美国 全球都一样 都在超级财报的行情里面 选股上不要跟指数 不要受它影响啦 完全针对个别股 完全针对个别股就对了 去找那种财报数据特别好 股价还没有涨的 那个一定会涨 那种一定会涨 好 昨天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苹果的行情 昨天苹果最终收盘是涨了6.5% 可是苹果涨6.5% 你记不记得 昨天苹果在盘后的时候已经涨了6.8%了 盘后涨了6.8% 所以可见得今天 昨天一开之后慢慢再走低 这是苹果昨天晚上的表现 开盘是开了6.8% 收盘变成6.5% 可见得它没有追价的买盘 可见得苹果没有追价的买盘 昨天苹果财报发布完之后 盘后涨6.8% 我就跟大家谈过 我说这份报告其实是利空的数据 因为比去年同期衰退了23% 那既然是利空的财报 为什么苹果股价会涨 因为苹果股价已经很低了 你看去年 美国股市在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苹果的价格134块 后来美国股市跌下来 苹果股价也跌下来 去年美国股市只跌了大概15%而已 大概跌15%而已 苹果却跌了三十几% 那个跌幅比加权指数整整多了一倍 后来美国股市是不是又创新高了 不管是道琼或者SMP 不管是道琼还是SMP 道琼也创历史新高了 道琼也创历史新高了 费城半导体也创历史新高了 都创历史新高了 SMP也创历史新高了 唯独苹果的股价是起不来的 唯独苹果的股价是起不来的 唯独苹果股价是起不来的 所以可见得美国苹果的股价早就在反映 它财报利空的消息 所以最后利空发布 有点那种利空出镜的味道 所以开高6.8% 可是并没有追加买盘 并没有追加买盘 所以掌跌这部里面 林和彦特别依照这份财报 我提醒你 我说瓶盖股你还要税里 瓶盖股你要小心 因为苹果财报不好只涨7% 可是我们的瓶盖股全部都涨超过20% 我们的瓶盖股不管是 2317的红海有没有涨超过20% 4938的核硕 也涨超过大概27% 28% 669的台郡 涨的比较少一点 那4958的真顶 它大概有20%左右 那苹果才涨7% 苹盖股都涨20% Over嘛 加上苹果的财报是利空财报 那苹果财报都利空 苹盖股的财报怎么可能会好呢 是不是 所以昨天特别提醒你 提防苹盖股的回跌 提防苹盖股的回跌 你看今天苹盖股有没有回跌 今天大力光 大力光间开盘之后一路跌 大盘开地往上走 大力光落15块 15块不算多啦 可是6269的台郡 今天跌掉4%了 2474的可乘 今天跌了7块半 跌了3% 4958的真顶 今天跌掉2% 我昨天有没有提醒你 有提醒吗 有啦 昨天盘后苹果涨6.8% 全部老师都说好 全部老师都说起 全部老师都说起 只有你那边提醒你 小心回跌 小心回跌 又被我说中了 又被我说中了 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不知道 希望是有 希望是有 今天平台股只有1支起的 今天平台股就是那档 哪一档 2383的台光店 今天平台股只有1支起的台光店 涨了一块 涨了一块钱 涨了1.39% 也是我的股票 你看其他老师 买平台股再跌 我买平台股 还涨 而且 涨这么多 涨最多的平台股 涨最多的平台股 这个就是功利 这个就是功利 那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我们来看今天亚洲股市 今天亚洲股市 普遍都是下跌的 今天亚洲股市普遍都是小跌 日本跌最多187点 日本昨天下午发布了 最新的最新经济方案 要投入28兆的日元 28兆日元有多大你知不知道 你光看数字你无法感受 你把它除以3 因为日元换算成台币 大概是1比3左右 我们就以1比3比较好算 大概9兆的台币 大概是9兆的新台币 你知道中华民国政府总支出 一年有多少 不到2兆 不到2兆 中华民国政府总支出 一年加起来 全部各部会 加加起来没了2条 日本的振兴方案 竟然是我们的4.5倍 光是一个振兴方案 就是我们的4.5倍 中央政府总支出 这手笔大不大 很大 那很大的利多 为什么反而是跌的 有没有想通这个道理 你想喔 一个人生病 不舒服 进医院 如果没什么 如果是小问题的话 吃个药就好了 对吧 到了医院需要挂点滴 要钓大人的 代表什么 代表 代价大条 代表 代价大条 所以 过度的振兴方案 反而凸显出日本经济体质弱 所以股市反而是跌了 反而是跌了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好 那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是涨13点 去13点 电队是什么 电队是去最多的 涨13点 虽然不多 确实今天亚洲股市里面 涨最多的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里面 涨最多 今天是可惜啦 今天如果没有苹果 再扯后腿 今天应该会长更好 因为很多人在分析上面 都会注意苹果 苹概股 苹概股强 会有加分 苹概股如果弱的话 大家也会比较保守 所以今天如果不是苹概股 再扯后腿 今天应该是更好才对 昨天 外资又买了110亿 外资光是七月份 已经买了1500多亿了 外资目前总持股 已经超过4兆1000亿了 你看人家外资那种 一直买买不停喔 真的我们老子朋友 我们要加油啦 外资一直买代表哪 不是代表他钱多啦 代表他对台股 真的有信心啊 有信心才会一直买嘛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信心怎么敢买 就像我们散户不敢买 不敢买都一直不敢买 因为你连买都不敢买 怎么会赚钱 股票市场一定是买了之后 买到对的才会赚钱嘛 对那你连买都没有买 怎么会赚钱呢 是不是 这波大盘从8000 大盘从520后一路涨上来 已经1000点了 两个的起1千点 两个月1000点 有多少股票涨4成 涨5成的 很多耶 光是我们会员的股票 1262的F绿院就55%了 我们没得吃的150块 今天是150千 今天是150千 又差了10块钱 带进带出对 2542的新复发 35号部位赚55% 参加初权 已经73%了 我们新复发已经赚73%了 3548的照例 这坡40% 这坡50% 两坡加起来已经 91%了 我们没得65块 也很漂亮 股票是一支一支一直在标 你越不甘 我会越贪不钱 你越贪不钱 你越贪不钱 现在焦点在财报的部分 你不要把指数看得那么重 一切都看财报 去找那种获利特别好 股价还没有涨的 尤其第二季财报创新高的 我在礼拜六下午2点 礼拜六下午2点 台北厂的讲座 超级财报的超级标股 超级财报的超级标股 我为大家找出来 第二季营收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在底部还没涨的 夹钩票财报发不出来 一定会去 一定会去 来参加 来听 你会把最好的跟大家分享 报名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大家进来报名 大家进来报名 这个地方悬谷 一律都以超级财报为依规 一律都以超级财报为依规 有些涨高的 就不要再去追了 你看台光店 75块不有水吗 这个后面我还是看好了 可是卖一半也无所谓啦 今天台光店涨 还是离我们的75块 我差两口 现在我不会叫你再买台光店 我们现在布局这一支 我们在布局这一支 上升三角形 这个图形叫上升三角形 我跟 我教过大家 当时台光店就是上升三角形 之后喷出 之后喷出 破62块后 一口气冲到75块钱 那这支的 这支的 又是一个上升三角形 我们会员 五十次买的 我们五十四块费 今天已经来到六十四块钱 我们已经贪二十%了 虽然赚了二十四% 才刚开始 因为景限刚破而已 景限刚破而已 它会不会像台光店这样 冲出去 我想图形一通百通 图形一通百通 这支 我现在布局台光店第二 一年贪八户 年代已经第八年了 已经第八年了 已经第四年了 今年第五年了 你知道第二季的营收 比第一季成长二十二% 第二季的营收 是历年第二季的新高 光是上半年 起码的贪四块钱 今年还是会赚八块钱 贝比几倍 还不到八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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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钩票 不要再错过 不要再错过 我赚的钩票一定都是 高获利高成长 低肥比底部的股票 一定都是底部的股票 尤其现阶段 财报在发布的时候 涨高的 你纵使业绩好也没用 很有可能会变成是利多的出击 反正你要找那种底部的 第二季财报新高 股价在底部的 这种底部的股票 才有机会 再发动一次攻击的行情 你看 我现在不想再讲这个 因为绿月已经涨了50% 这个在讲对你们没帮助 新复发已经赚了70几% 共队你怎么没帮助啊 照例我已经买掉了 照例我们已经卖掉了 我们今天在买哪支股票 我们今天在加码9904 我们今天加码保存 今天一开盘打下去的时候 我马上通知我的会员 保存43.5到43.7 有来兜接 你看收盘打下去上来 收盘收在最高44.35 最高44.40 是不是基督收在最高 是不是基督收在最高 保存 你看七个月大底 1234567 七个月大底即将完成 景线即将跨上去 景线即将跨上去 为什么我会去布局保存 你知道保存 第一季的营收674亿 第二季的营收733亿 创下历史新高 创下历史新高 第二季营收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季674 上半年是1407亿 这样扣掉是不是 多少 733亿 733亿 是不是单季历史新高 第二季获利 是单季的历史新高 股价完全没有动 这个消息出来会不会喷 你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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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你们比较没注意到的 你知道保存大股东 持股有多少 你知道吗 很多人看到这个股本294亿 哇 这大股 大股 我还是不才会买 想到小股 我就不敢买了 保存大股东持股 37% 三大法人持股 61% 三七加六一多少 98% 啦 大股东加上三大法人持股 都不会趴 所以现在股票都在特定人手里面 你知道融资只有5800张 在你大股的股票 融资竟然只有5800张 可见得几乎散户持股是很少的 所以股票都在特定人手里面 最近的股票 不动则以 你让它飙起来 那是很可怕的 你看它股权的分配 绿色柱子是股东人数 股东人数从90万人一路降 降到剩70万人 股东人数少掉20万人 红色线是持股 持股400张以上的人 持股400张以上的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蓝黑色线是持股 1000张以上的人 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筹码都已经到特定人手里面 所以保存这支 这两天四十五岁 注意喔 这是穿 这是穿 我的股票绝对都是地步的股票 你现在业绩是高成长的 所以你放什么地步 没事 润态拳 你看我们共存在地步 四十四 现在这两天已经来到四十一点 五十一点四 润态拳 注意喔 就差那两毛钱 就差那两毛钱 随时站上去就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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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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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更好的 全部都在 礼拜六下午两点 台北厂讲座 超级财报的超级标普 超级财报的超级标普 报名专线 02 23219933 02 2321 02 23219933 如果你不方便来 没关系 直接加入我们的行列 先赚再说的活动 这是先缴少许的资讯费 让你那边带着你做 赚到钱 用赚的钱来补差额 来补违款 我相信对于一些没有信心的人 这是最好的活动 为你量身定做 最后两天 我再重复一遍 最后两天 自己掌握机会 大家要报名 礼拜六下午两点 台北厂的讲座 超级财报的超级标普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